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董绿爵 欢迎您收听维根林世界读书共学会 今天,让我们共同来继续学习善待癌症,起居篇 起居在时令养生之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 阳气也有四种表现形式 生,长,收,藏,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人类一直顺应这四种变化生活 身体乃至遗传基因,都记录着这四种变化的程序 所以,人的起居顺应四季变化规律 就会身心健康 否则,极易过早地衰弱,甚至死亡 本书中,大部分癌症患者都曾有过起居无偿的经历 后来身心的康复也是从起居有序开始的 所以,无论是癌症患者还是健康人 了解起居顺应自然规律的基本道理十分重要 一,人随日行 万物生长靠太阳 人身心的阳气是太阳的鱼气 人的阳气只有随日同行才会充足 人之阳气与太阳是根本和枝末的关系 只能顺从不可相逆 天醒我醒,天睡我睡 这是人类应该遵循的自然规律 一,春生 皇帝内经曰 春三月,此为发尘 天地聚生,万物以荣 夜沃早起,广步于亭 被发缓行,以始至生 生而勿杀,余而勿夺 上而勿伐 此春期之印,养生之道也 逆之则伤肝,下为寒病 凤长遮少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 春季三个月是天地生发的季节 包括人在内的万物 竟如相对活跃期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时人应该早起床 白天不宜睡懒觉 古代早上起床在饮食 北京时间三到五点 以下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其中早起为三点 晚起为五点 晚上睡觉在虚时 十九到二十一点 其中早睡为十九点 晚睡为二十一点 春季清晨 多进行室外活动 呼吸春天的气息 春天不戴帽子 女性的长发尽量松散 不宜扎紧 以便使情智松弛自然 生发于天地间 春季勿生杀心 即便对草木也是如此 不折断或者踩塌 春季在心理上 要多给予而不夺取 尽己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春季多奖赏他人 即使有人犯了错 也尽量不在春季惩罚 做到以上这些 身心即与春生相应 是养生之道 如果相悖 易伤甘气 春阴甘 甘气如果在春季 未能生发 犹如种子没有发芽 春季阳气不生 夏季阳气无长 体内因无阳气生长 身心俱寒 这是春天没有给夏季的身心 储存足够的能量所致 所以皇帝内经曰 无春就无夏 二 夏涨 皇帝内经曰 夏三月 此为翻朽 天地弃交 万物化时 夜窝早起 无焰余日 始至无怒 始花音成绣 始气得谢 若所爱在外 此下气之印 阳长之道也 逆则 伤心 秋为 接拙 奉收者少 冬至重病 从这段文字 我们可以看出 夏季三个月 是万物繁荣秀丽的阶段 天气和地气交融 地气上升为云 云落下为雨 草木开花结果 一派荣华景象 这段时间 白天不宜睡懒觉 要早睡早起 夏三月 天长湿热 在心里上 千万不要厌烦气候炎热 而应乐于接受阳光的补雨 感恩天地赐予的阳气 抓住有力时机 使细胞积极地采集阳气 令自己强壮 心里上 喜欢夏日的智者 能得到自然的补雨 夏三月 草木成长 花儿开放 人的情质 应与自然一致 不宜称怒 怒伤肝 肝不挑达 会使下长圆泉枯竭 夏三月 人的状态 应该像花儿一样美妙 心情秀美 方与自然 合为一体 夏三月 万物的气向外运行 人的身心也应如此 郁闷的心情宣泄出来 肌肉 筋骨 血液 乃至脑髓 骨髓中的风 湿 寒邪 可借此大好时机 血出体外 夏主外 人尽量增加室外活动 身心状态 与天时相合 排泄掉病邪 以获得充足的阳气 以上是夏三月 身心应该保持的状态 做到了 极符合羊长之道 如果相悖 会伤心羊 夏阴心 夏天伤了心 心羊不足 犹如体内的太阳 暗淡无光 秋季就会得肩虐 这种病使身心巨冷 是夏季 违反羊长之道 没有足够的阳气 供身心秋收所致 这种情况 到了冬天 身心仍然寒凉 但是会比秋天轻一些 到冬至节气后 寒症又会加重 三 秋收 皇帝内经约 秋三月 此为荣平 天气已急 地气已明 早卧早起 雨季聚心 始至安宁 一环秋行 收敛神气 始秋气平 无外期至 始肺气轻 此秋气之应 养收之道也 逆之 则伤肺 东为 孙谢 奉藏者少 从这段文字 我们可以看出 秋季 是万无趋于平定的季节 特别是秋分过后 太阳直射点 越过地球赤道 继续难移 位于北半球的 中国地区的天气 急剧降温 因太阳光照射 减弱 地气蒸发量减少 大地相比之下 显得清晰明亮 在这个阶段 应早起床 早睡觉 理想的起居时间 为虚时 十九点 不晚于 亥初 二十一点 虚初 是一日之寒露 虚 正是一日之双降 年老体弱者 此时未睡 身心之内 亦受寒邪 有早睡 便有早起 早睡早起 这种起居时间 与鸡的起卧同步 鸡在十九点 天黑时 势力极弱 婴儿进入睡眠状态 凌晨三点 神气十足 婴儿鸣叫 鸡无主观意识 完全适应自然 阳气的盈亏起卧 故人要与鸡同心 事与自然同心 只有这样做 人的身心 才会趋于平衡 缓冲秋沙之气 对人的伤害 秋季 人的身心状态 以收子为刚 不应再像夏天 那样张扬 做事收敛 谋事也要收敛 使自己的身体 及心里 不再有向外的主张 乃至内心深处 形成平和的气场 这种气场 可以使肺气倾诉 秋应肺 秋收敛 是因时的养收之道 如果身心状态 与秋相肺 则会伤肺 冬季 会出现 因不消化 引起的亵渎 由于秋季 立将阳气收敛在内 以致阳气散失 体内无充足的阳气 而导致顽骨不化 秋不收 则给冬藏 留下了缺憾 四 冬藏 皇帝内经约 冬三远 此为必藏 水冰地差 无扰于阳 早卧晚起 必带日光 使之若福若逆 若有思义 若已有德 去寒就温 无泻皮肤 使气极夺 此冬气之应 养藏之道也 逆之则伤慎 春尾伟绝 凤生者少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 冬季万物必藏 北方地区的许多动物 买至百虫 都进入冬眠状态 植物的叶子脱落 阳气转入根部 以防风寒雪冷的伤害 北方一些地区水结冰 大地冻炼 一派寒冬景象 在这一段时间 人的身心状态 本质上应与自然一致 从内到外 服从一个藏字 不要扰动身心的阳气 避免阳气外泻受到伤害 例如 洗澡的水不要过热 更不可征桑拿 以致汗血 不宜做剧烈的运动出汗 不宜按摩身体 情质上 不宜过于兴奋 总之 不宜张扬 尽量潜藏 冬季早睡晚起 符合自然的起居室 虚出十九点睡觉 毛出五点起床 老年人和身体虚弱的人 尽量在有日光的时候出门 把阳气藏起来 不要有一丝泄露 凡是藏阳的事 可以想 可以做 凡是泄露阳气的事 不去想 更不做 尽量接近暖和的地方 避开寒冷 只要保持阳气不泄 就可以保证 正气不被侵犯 做到与冬相应 是养藏之道 如果身心与冬相悲 则会山肾 春季 人会身心微软无力 甚至小满之后 出现心肌萎缩 微重则心跳停泊 这是因为 没有铸藏足够的能量 以满足春天万物生发的需要 今天 我们的读书共学 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一日四季的内容 那么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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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